那么这个图呢就描述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条 这是一个电磁波 这个电磁波呢我们大部分我们并不可见 我们看不见 只有这个缝就像门缝一样 我们这边有一个像门缝一样的东西 在这个部分呢是可见光 那么电磁波在这个部分呢就可见光 人类在这个时候呢你的视觉发挥作用 你只能看见这个门缝当中的这一小块 那这一小块是什么呢 人类在这个浩瀚宇宙当中 很多的信息当中呢 我们只能肉眼只能察觉到这么细小的一条缝 在这个开开这个门缝以后 人类产生了幻觉 那么实际上我说的是幻觉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人眼接受到光线以后 光线的反射以后 在我们大脑当中产生了一种形象的一种幻觉 就是说实际上是没有颜色的 那么佛教当中有一个叫色即是空 或许在这也有用啊 那么看一下 那么有人就去研究这个颜色 那么用显微镜去看这个颜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在显微镜把它无限放大的时候呢 发现没有颜色了 颜色没了 那么颜色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现在都知道了 它属于是对于那个光波的一种反射 在不同波窗的时候呢 我们人类视觉呢 感受到它是什么颜色 就是一种成 在脑中的一种幻觉 这个体现吧 那么我们看到在实际上的显微镜下 很多东西呢 并不好看 有些东西可能是丑陋的 那么西方的有句话叫做 上帝用烟雾做成屏障 这比我们无法承受的现象 那么东方呢 就是我们佛教上面有一个叫做色即是空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给大家看这个图啊 这个很有意思 大家应该都见过这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白光 进入这个棱镜当中呢 产生色散 就像彩虹一样的颜色 把颜色分开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插入一下 其实这个形状本身就很有意思 为什么很有意思呢 比方说这个三角形啊 三角形它其实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见到 比方说它是一个警告的标志 为什么是警告呢 在这里它就是实际上是一个灵界点 你不可以踏入 比方说进入一个危险区域 不可以踏入 为什么一个三角形是一个灵界标志 一个警告标志呢 这里呢 我说一下我的一个看法 比方说我们看一个圆形 那么把圆形呢 可以认为是无线条边 切边的一个组成的一个形状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圆形的这个边 无线的边呢 逐渐的抽离 坍塌 比方说坍塌成一个四边形 那就四条边了 然后再抽掉一条边 就变成三角形 在这个时候我们没办法再去抽边了 再抽边它就不是行了 它是线了 理论上线不可见了 就在我们可见的状态下的灵界点 就成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那么实际上呢 我感觉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很多学科的一个灵界点了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探讨这种现象呀 或者是美术呀 或者是现象学吧 实际上很多学科在这个位置上产生了分岁力 比方说就是我们观察和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 从这个时候有可能 从这个时候分开了 比方说科学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解释这种现象 对吧 哲学家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 比方说甚至于佛教甚至于宗教界怎么样去认识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美术的表象的如何去看待这个东西 摄影的电影的如何看待这个东西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成为很多学科的分岁力 那么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很有意思 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 一束白光进入这个棱镜的一个面 然后棱镜这个三角形的棱镜呢 把这个白光呢 把它剥离开 实际上色散开 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肉眼呢 就分辨了它这个颜色 知道这个白光其实是 这个像是彩虹一样的组成的这个光线 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叫做加色系 好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有国际照明委员会 有于1931年呢 就制作了这个色度图 顶 而它是 printing字居 钱镜黄 因为他们就更正常连